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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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除我的罪 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 我的罪藏在我面前 我向你犯罪 唯独得罪了你 在你眼前行乐着恶 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 显为公义 判断我的时候 显为亲政 我是在罪孽离生的 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你所喜爱的是内离诚实 你在我隐秘处 必识我的智慧 求你用扭西朝接近我 我就干净 求你洗力我 我就比血更白 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 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 求你掩面我不看我的罪 涂抹我一切的罪孽 神啊 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不要丢弃我 使我离开你的面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 赐我乐意的灵 扶持我 有佛的确据 念书说我 我真的心惨 它荣耀丰富 微笑的厚色 承受旧恩 好作些世间 神了重生 只是我心惨我的诗歌 赞你我救助口藏心恒 只是我心惨我的诗歌 祝你我救助口藏心恨我的诗歌 祝你我救助口藏心恨我的诗歌 我心惨我的诗歌 我心惨我的诗歌 祝你我救助口藏心恨我的诗歌 祝你我救助口藏心恨我的诗歌 我们亲爱的天父 赎罪和赦罪是你主动给我们的 每次我们来崇拜你 我们都记得我们是罪人 是不配亲近圣洁与荣耀的上帝 但是你已经在摩西时代开启道路 使我们能够来亲近你 你多次告诉以色列人 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 你知道我们的本体 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 我们的年日如花槽一样 经风一吹 便归无由 因此我们感谢你 启示我们赎罪是多么高深莫测 在旧约时代 你就设定标准 教导我们以你配得的方式崇拜你 感谢你接着你的仆人 提醒我们赎罪 包括赎罪和挽回祭 谁能想象到 一个完美圣洁的上帝 可以提供一个又复杂又简单的救赎和赎罪计划 如此复杂 如此复杂一致需要你儿子的完全牺牲 如此简单你在基督里赐给我们恩典 难怪十字架的道理 在那灭亡的人为余测 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 当我们敬拜你 我们承认自己的罪过 并求你赦免 赦免我们隐藏的罪恶 恶念 贪婪 奸淫 妄语 以及不饶恕伤害我们的人 帮助我们不叫神的圣灵担忧 我们也是受了你的印记 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 在此 求你医治 如今更多人感染了肺炎病毒 亲爱的天父 随着病毒变形变种 我们恳求你怜悯 除非你介入 不然我们将被消灭 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 再来亲近你 大胆祈求 这都是因为你的赎罪恩典 我们将永远感激不移 祷告是奉靠我们的赎罪高扬 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一起同心来念主导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全病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各位弟兄姊妹 大家好 主力 主力平安 新冠肺炎的疫情 摧毁了各国 无可否认地 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一年前 当总统宣布封城的时候 我们以为是一两个月 我们就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 谁知道 居家 隔离 戴口罩 面罩 和社交的距离 成为我们的新常态呢 日复一日 月复一夜 我们等待 希望世界能够恢复 得意志 一年过去了 终于有了疫苗 但是 这全球威胁 仍然迫在眉睫 过去这两个礼拜 情况变得更不堪 面临新冠变态 变种的威胁 受感染的人数 也一日俱增 所以在这段 封城隔离的期间 我们更需要自律 维护自己身体的健康 比如殷勤的洗手 待在家里 避免外出 除非是必要的 那如果需要外出 我们必须戴上口罩 面罩 并保持社交的距离 除了健康和财物的问题 我们还面临属灵 能做的 只有一点点 唯有从上帝而来的盼望 是实在的 是确定的 是永恒的 让我们 那个仰望 为我们信心 创始 沉重的耶稣 我们一起来面对 这看来 好像无一论比的危机 我们与神同行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所以我们要继续来完成 爱上帝 带门徒的使命 因为这是耶稣基督 对我们教会的使命 它仍然存在的 在这期间 门徒训练 更是重要和不可缺的 如果我们每一位会有 都能够塑造 效法基督的门徒 我们就可以 彼此来带导 互相鼓励扶持 并实际的帮助 施以援手 我们就能够共同来面对 并且来胜过 我们所遭遇的 各种的挑战 我们不再是孤战 孤军作战的 让我们大家庭 不仅能够度过这个难关 而且还要茁壮成长 让我们 从着满怀希望的向上来看 在威胁中 输算神给我们的祝福 在挑战中 能够看到祂保护的手 并怀着热忱 迈向前进 使万民成为主的门徒 奔跑 祂为我们 摆在面前的路程 愿上帝更新 你们的身 心 灵 让你们能够全心全意 都献上自己 来爱上帝 带门徒 愿神 祝福 每一位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主日平安 感谢上帝 在主日再一次把我们带到网上来聚会 敬拜上帝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圣经是 列位记十六章二十九节到三十四节 我们来读圣经 列位记十六章二十九节到三十四节 每逢七月初十日 你们要刻苦己心 无论是本地人 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 什么功都不可做 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力 因为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 使你们洁净 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 拖尽一切的罪前 这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 要刻苦己心 这为永远的定力 那寿高 接续他父亲承接圣职的祭司 要穿细麻布的圣衣 行赎罪之礼 他要在至圣所和会幕与坛 行赎罪之礼 并要为众祭司和会众的百姓赎罪 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力 就是因以色列人一切的罪 要一年一次为他们赎罪 于是亚伦照耶和华所吩咐 摩西德行了 我们低头闭目来祷告 慈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把我们再次带到你的面前 愿主向我们显明你自己莫大的恩典 并且我们也让有一颗虔诚恭敬的心来敬拜你 愿你用你自己的圣道来教导我们 用你的话语来牧养我们 愿主恩待蒋台的工作 也恩待在你面前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如此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立位祭是圣经中最难读的经卷之一 其中提到献祭 祭司 祭物 似乎都离我们很远 与我们关系不大 但立位祭却是最重要的经卷 因为立位祭是教导百姓 当如何来到神面前 立位祭中十六章的赎罪日 更可谓是立位祭的中心 赎罪日 顾名思义 就是与赎罪有关 专属于赎罪的日子 赎罪日是犹太人 一年中最为神圣而沉重的日子 这一天 大祭司要进入至圣所 为百姓赎罪 而众百姓都要整天进食 为自己犯的罪 痛悔忧伤 赎罪日也是一个可期待的节日 透过进食与忏悔 使百姓脱离罪恶 以全新的姿态进入新的一年 今天借着这里的经文 要和大家分享赎罪与赦罪 赎罪一词 在本章的经文中多次出现 它的意思非常丰富 有遮盖 涂抹 解恨 除掉 废弃的意思 这个词有时也被解释为赦免 由此可见 赎罪与赦罪有紧密的连结 它们之间还是有细微的分别 赎罪与赦罪互为因果 赎罪是赦罪的原因 赦罪是赎罪的结果 也可以说赎罪与赦罪是一体两面 虽有不同角度的表达 却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分享这一段圣经 第一赎罪与赦罪基于赎罪之功 赎罪日源起于本章开始 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 原因是拿达亚比户献上反火 被神击杀 亚伦被告知 不可随时进入至圣所 免得他死亡 此事件显明神圣洁的属性 罪恶误会的人不能到神面前 那么作为祭司 当在何时才能到神面前 又当如何来到神面前呢 在三十二节三十三节的经文 让我们看到 瘦高的祭司要穿细麻布的圣衣 行赎罪之礼 他要在至圣所会幕与坛 行赎罪之礼 也就是说 他们能够来到神面前的日子 是在七月初十日 这是赎罪日 大祭司只有在这一天 才能进入至圣所 并且他要在此日为百姓赎罪 当然这个赎罪之礼的程序 并不是很复杂 我们在此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首先是要做预备 大祭司要预备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 一只公绵羊为凡祭 大祭司要穿细麻布的内袍 细麻布的裤子 带子 戴上细麻布的冠冕 来举行这个胜利 但是呢 大祭司平时所穿的是比较华丽的服饰 但赎罪日这一天 他要穿得非常朴素 此外呢 还要从会众当中预备 两只公山羊为赎罪祭 一只公绵羊为凡祭 并且为两只公山羊连鸠 一鸠归于耶和华 一鸠归于阿萨谢勒 赎罪之礼举行的程序是 亚伦要宰赎罪祭的公牛 为自己和本家赎罪 拿香炉进入曼子内 使香的烟遮掩施恩座 他要取公牛的血 弹在施恩座的东面 又在施恩座的前面 弹血七次 随后载归耶和华的公山羊为赎罪祭 将公山羊的血带入曼子内 弹在施恩座上 与弹公牛的血一样 之后他要出来 要在弹上行赎罪之礼 要取些公牛的血和公山羊的血 抹在弹上四角的周围 把血弹在弹上七次 在圣所和会幕献完了赎罪祭 要将那一只活着的公山羊奉上 大祭司按守在羊头上 承认以色列猪般的罪孽过犯 将罪归在羊的头上 然后派人将羊送到旷野去 亚伦进入会幕 脱下细麻布的衣服 要用水洗身 然后穿上祭司平时的服装出来 将自己的繁祭和百姓的繁祭献上 为自己和百姓赎罪 将赎罪祭生的纸油烧在坛上 赎罪祭生牛和羊的皮 肉 粪 搬到营外 用火焚烧 焚烧的人和放羊归阿萨谢勒的人 要回来洗衣服 洗身 然后敬营 这就是赎罪里的程序 在这个程序当中 以色列人可以看到 赎罪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公牛和公山羊被宰杀 血被带到神面前为百姓赎罪 因为若不流血 罪就不得赦免 另一只归于阿萨谢勒的公山羊 大祭司代表百姓 按守在羊头上 承认以色列猪般的罪孽过犯 如此也是把这些罪归在羊的头上 使人将羊送到旷野去 生动地表明了 这一只替罪羊带走了百姓所犯的罪 如诗人大卫所言 东离西有多远 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 这里赎罪之礼只是一项礼仪 它所意涵的意义远大于它本身的意义 这赎罪的礼仪是将来要成之事的影儿 西伯来书的作者向我们解明了 赎罪日所指向的实体是 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赎 大祭司当年要一年一次 独自进入的至圣所 他要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赎罪 但基督进入的不是人手所造的圣所 乃是天堂 并且基督无需为自己赎罪 因为他是与亚伦不同等次的大祭司 基督只需要为百姓赎罪 大祭司用牛羊的血为百姓赎罪 但是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 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 所以祭司屡次所献上的祭物永不能除罪 而基督只献上他自己的身体 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 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 大祭司一年一次为百姓赎罪 年年他都需要再次的献上祭物 为百姓赎罪 而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 并且基督的献祭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到神面前 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身体成就了为我们赎罪的救恩 如此的赎罪之恩是天下唯一的拯救 不再有别的救赎之法 亲爱的朋友 你若还不是基督徒 请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 使你脱离罪的审判和刑罚 而作为基督徒的我们 当越发的正中 越发正中这宝贵的救恩 免得我们随流失去 好我们接下来分享第二点 赎罪与赦罪需要刻苦己心 在29节的经文 吩咐百姓要刻苦己心 这一日呢 他们什么功都不可以做 其实在圣经当中 记载和赎罪日有关的经文当中 都提到了要他们在这一日刻苦己心 其实也就是说 对于赎罪日 是要求百姓以刻苦己心 放下一切工作来回应的 刻苦己心呢 有自责痛心自卑 克制己欲的意思 通常透过禁食 为罪在神面前痛悔 表示愿意与罪断绝 在这一天 以色列全会众都要在神面前 停下一切工作和享乐 禁食祷告 省察自己的罪 禁思自己与神之间的关系 祷告认罪 而且仰赖神使他们脱离罪孽 使他们在神面前可以成为洁净 使他们可以得到更新 进入新的一年 刻苦己心 也是放下合理的权利 这是比较困难的事 特别是放下自己的喜好 为了认罪 悔改 专注于神 宁可放下会让自己分心 无法专心的东西 禁食 常常可以清醒人的头脑 而眼泪可以洗敌人的心灵 这里的刻苦己心 也是一种属灵的操练 这个操练 使人直接面对我们最核心的罪性 倘若以色列人在这一日呢 不遵行赎罪日的条例 不刻苦己心的话 就会被神从民中剪除 所以对待赎罪日的态度 就是对待赎罪之功的态度 若不能谦卑 虚己且省察内心 除去内里一切的私欲和罪恶 也不能得着赦罪之恩 就如有人拒绝了基督的救赎 他们将被定罪 若不刻苦己心的 就是在神面前拒绝悔改的人 他们将自觉于神的救恩之外 当年就有法利塞人和律法师 他们不肯接受 施许约翰所传悔改的洗礼 最终呢 他们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 可能有人会认为 刻苦己心是自我折磨 跟自己过不去 为何要以如此折磨人灵魂的方式 使人陷入痛苦呢 的确 悔改本身不能够使罪得赦 需要赎罪之功 也只有建立在赎罪基础上的懊悔 认罪才能使罪得赦 在赎罪日 大祭司代表会众 把手放在替罪羊的头上 并将罪恶转移给替罪羊 当时的赎罪之礼 并不能够取代懊悔 并且对赎罪之功的信仰 会要求罪人懊悔和悔改 如此的刻苦己心 便是预备自己 以感恩之心来接受赎罪之恩 并且为罪懊悔 在未来的生活中 能够认真地改善 并接出悔改的果子 新约中也有类似 赎罪日刻苦己心的表达 在雅各书四章八节到第十节的经文说 你们亲近神 神就必亲近你们 有罪的人呢 要竭尽你们的手 心怀二义的人呢 要清洁你们的心 你们要愁苦 悲哀 哭泣 将喜笑变成悲哀 欢乐变作愁闷 勿要在神面前自卑 神就必叫你们升高 这里就让我们看到 类似于赎罪日刻苦己心的表达 为罪的忧伤 带出赎罪的恩典 而真实的悔改 使上帝的救恩临到 圣经当中记载 法利塞人和税吏两个人到圣殿里去祷告 法利塞人自言自语地祷告说 神啊 我感谢你 我不向别人勒索 不义 奸淫 也不向这个税吏 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 凡我所得的都献上十分之一 而税吏 远远地站着 连举目望天也不敢 只垂着胸说 神啊 可怜 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耶稣却说 这人回家去 比那人倒算为义了 因为凡自高的 必降为悲 自卑的 必升为高 由此也让我们看到 顺利的祷告 蒙神的悦拿 他的罪得到了赦免和遮盖 而法利赛人的祷告 没有被神垂听 现在疫情爆发 感染了全球 我们每一个人 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我想 这个爆发的疫情 难道不是神 借此要提醒人 他来的日子静了吗 不是神要呼吁 全地的人 要向他悔改吗 但是我们发现 人们常常无动于衷 用科学 医学来寻求出路 丝毫没有悔改之意 可能连基督徒 也逐渐变得麻木 最近十天左右 菲律宾的疫情急转直下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作何感想 感谢上帝 中华教会前一段时间 有举行进食祷告会 其实我想 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应当 向神进食 哭求 为自己悔改爱主 为家人悔改归主 为全球的疫情 向神祷告 圣经当中有应许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好我们来分享第三点 赎罪日赎罪与赦罪 使人得享安息 在三十一节的经文当中 吩咐百姓 要将赎罪日 守为圣安息日 这要成为永远的定例 其实在立位记的二十三章三十二节 也是说 你们要守这日为圣安息日 赎罪日要守为圣安息日 其实查了一下 圣安息日 在原文当中呢 它是两个安息这个词 放在一起来表达的 并且呢 这个安息 这个圣安息呢 是安息中的安息 其实也就是说 无论赎罪日 在一周中的哪一天 这一天都要守为安息日 赎罪日 其实当他们得蒙了上帝的赦免 其实这一日 也是他们可以得享安息之日 因为神的救赎 使百姓可以得享安息 当神完成了创造之功 将安息日赐给人 但是因着罪的进入 这个安息被破坏了 当神成就了救赎之功 又将人带入圣安息 也就是安息的安息 其实呢 安息是神赐给人 美好的祝福 安息也表达了 人与神契合的美好关系 安息日同时也是 赎罪日同时也是安息日 因为赎罪使人罪得赦免 也使人得享属天的安息 并且喜年总是以赎罪日作为开始的 在立位记的二十五章第八节 吩咐百姓说 你要计算七个安息年 就是七七年 这便为你们成了七个安息年 共四十九年 当年七月初十日 你要大发绞生 这日就是赎罪日 要在遍地发出绞生 第五十年 你们要当作圣年 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 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 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 各归本家 也就让我们看到 其实安息年 就是一个更大的安息年 而这个更大的安息年的进入 是七月初十日 赎罪日宣告开始的 耶稣曾经宣称 祂是安息日的主 祂也曾宣告说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祂那里 祂就会使你们得向安息 其实 罪恶所形成的重担 只有靠着神的救赎 才能够使重担脱落 曾有诗人说 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 如同重担 叫我担当不起 诗人又说 因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 我的罪孽追上了我 使我不能昂首 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 我就心寒胆战 耶和华 求你开恩搭救我 耶和华 求你速速帮助我 耶稣 以自己的身体为祭 成就了赎罪之功 他也宣告 将神越南人的喜年带来 耶稣曾说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膏告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拆遣我报告 被掳的得释放 瞎眼的得看见 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宣报告神越南人的喜年 曾经有一个被鬼附的女人 病了三十八年 腰弯的直不起来 当安息日 耶稣医治了她 当时拐婚一堂的 却指责耶稣在安息日治病 耶稣说 这女人被撒旦捆绑了这十八年 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 这里就让我们看到 当耶稣医治了这个女人之后 她就得到了安息 耶稣曾经对贪子说 小子放心吧 你的罪赦了 耶稣也曾对血漏的妇人 用香膏魔主的有罪女人说过 你的信救了你了 平平安安的去吧 由此也让我们看到 当这些人的罪得蒙赦免 他们的疾病得到医治 他们就可以得享平安 他们就可以得享 在基督里面的安息 赎罪日要成为永远的定力 这是在三十四节的经文 让我们所看到的 其实在这一段经文当中 曾三次的出现说 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力 其实也就显示出 赎罪日的宝贵和重要 赎罪日的主题 指向了基督的救赎 神虽然曾经多次 向以色列民施行救赎 但是当年行赎罪之礼时 耶稣基督的救恩尚未成就 被罪恶压制和捆绑的百姓 引进为盼 如同守夜的等候天亮 救恩出于耶和华 这是永远的定力 救恩罪人需要以悔改之心 接受神的救赎 这是永远的定力 神要借着救赎 将他的子民带入永远的安息 这是永远的定力 如此宝贵的救恩 我们若忽略 怎能陶醉呢 赎罪日要成为永远的定力 也表明赎罪之恩 值得永远纪念 今天在教会里面 我们会举行圣餐礼 在圣餐礼当中 其实我们就是在纪念 耶稣所成就的救恩 当我们举起这饼 我们说这是 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 当我们举起这杯 我们说这是耶稣的宝血 为我们众人留的 我们吃 我们喝 就是在纪念主 就是在纪念主的救恩 直到主来 最后 我想以诗篇 130篇 3到8节的经文 做结束 诗人说 主耶和华 你若纠察罪孽 谁能站得住呢 但你有赦免之恩 要叫人敬畏你 我等候耶和华 我的心等候 我也仰望他的话 我的心等候主 胜于首页的等候天亮 胜于首页的等候天亮 以色列啊 你当仰望耶和华 因他有慈爱 有丰盛的救恩 他必救赎以色列 脱离一切的罪孽 好 我们低头来祷告 慈爱的天父 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 当我们人 现在罪恶过犯中 我们必然要承受的结果 就是死亡 但是主啊 你连绵的心肠 从高天临到我们 你拆遣你的爱子 耶稣基督 为我们被挂在木头上 亲身担当我们的罪 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 就得以在意上活 因耶稣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因耶稣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我们感谢你 这么宝贵的救赎之恩 赐给我们 主啊 当我们思想赎罪 与赦罪这个主题的时候 我们要感谢你的救赎之恩 主啊 我们也要谦卑地来在你的面前 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的过犯 我们承认我们得罪了你 我们亏欠了你 我们求你用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 求你来洗涤我们 好使我们可以进到你的面前 主啊 当这个疫情泛滥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许多的人在疫情当中 在这个冠状病毒当中 他们丧失了生命 主啊 我们要求你 求你怜悯 求你的怜悯临到全地 求主你也是悔改的心 也赐给属于你的百姓和子民 也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思想你的作为 也让我们可以以悔改之心来到你的面前 当我们悔改 当我们谦卑承认自己的罪 我们也相信 你的赦罪之恩必然临到我们 你所应许的安息 也要永远地赏给我们 我们把荣耀归给你 愿你祝福你的话 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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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各位家长们 平安 虽然在疫情当中 我们教会仍然会举办 儿童暑假的圣经办 就是在今年的6月10号到12号 下午2点到4点 借着Zoom来举行 今年的题目就是Maker Fan Factory 就是说我们是神手上特别的杰作 特别的杰作 尤其小孩子 神特别爱他们 所以欢迎你们来参加来报名 每一位就是250块的Peso 请你们尽快的来报名 接下来礼拜四晚上 是我们受难节的圣餐聚会 我们要借着这个聚会 我们来思想 来回忆 耶稣基督怎么样 为你 为我来受苦 甚至定在十字架上 所以请我们一备心来参加 礼拜四晚上七点四十五分 我们有分英语的 闽南话的 还有普通话的 欢迎参加 让我们低头来领受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保卫师的感动 祝福 梦中意义 云也和我赐一瓶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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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